2022年9月 流浪行者957的日均观看是1.7万 带床去旅行1.7万 浪人风哥1.8万 旅途99的日均观看是1.9万 果冻去旅行2万 大龄去流浪2.1万 幻影旅记的日均观看是2.2万 阿克在路上2.3万 牛人旅行记2.3万 旅行频道中的第27名 万一有一天 日均观看2.3万 第26名 嘉河远方的旅行 日均观看2.6万 第25名 行记旅途中 日均观看3.4万 荣荣历险记的日均观看是3.4万 以二一二房车3.4万 冒险雷探涨3.4万 小白奇幻旅行的日均观看是3.6万 老弟环游记3.7万 十三药和拳头4万 Hunting Archer的日均观看是4万 杨旭游记4.1万 穷游的年华4.1万 旅行频道中的第15名 阿渡游中国 日均观看4.2万 第14名 868房车旅行 日均观看4.2万 第13名 邓小微 日均观看4.2万 婚前仙旅的日均观看是4.4万 阿龙的旅行4.6万 卓越穷游记5.2万 流浪八王温暖的日均观看是6.1万 李船长笔记6.1万 用青春去旅行6.4万 寻游轨迹的日均观看是6.8万 大头小头去旅行7万 海哥亮地球7.4万 旅行频道中的季军 耀阳环游记 日均观看7.7万 亚军 刘伟元 日均观看8.3万 冠军 青云记 日均观看8.4万